代写论文的风气现在大学校园里头有越来越盛行的趋势 有的业者还干脆就开启了门市来扩大经营 而且一份论文含价高达8万到13万元不等 这样子的坏风气也让清大荣誉讲座教授李嘉童认为 广设大学的结果是造成了大学生的素质越来越低 不但不会写论文更是看不懂原文书 大学生开开心心的准备毕业 还有许多人已经是准硕士生 但是现在却有代写论文的行业深入校园 只要花钱作业或是毕业论文通通帮你搞定 许多学生都有听过代写论文 但是收费并不便宜 一般商管学院的论文从8万到10万不等 理工学院更肯喊价到10到13万 这样的坏风气清大荣誉讲座教授李嘉童更痛批 现在的学生问题不只是不会写 看不懂原文书的大学生更比比皆是 而代写论文的问题学生反应 很糟糕啊这样子 对啊这样子他读研究所也没什么用啊 还蛮黑拼的啊 虽然不好但是他如果有苦衷的话 那就他的选择嘛 代写的人他也没有听到教授到底要怎么样 那请的人也没有讲好 那这样怎么收也很难成功吧 目前虽然没有传出代写被抓爆的案例 但各校都表示只要发现肯定会严惩 不论是为了毕业还是有苦衷 只为了拿文凭而不加强实力 代写问题值得省思